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麥克思維評論系列 那今天的話我們要來做的評論是妖元的立場箱 這伺服器我這六天喔 結果每天都在講他的問題 每一天都在跟輔助講說有什麼問題撒小撒小的 不是我對伺服器怎麼不管這伺服器的從 最基本的問題到後面的問題都在我進去之前都非常的亂 對 我進去之前他還可以在一般生的世界只要你有那個VIP就可以飛行 後來拔掉了後來是因為那時候我們講一講就是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因為他是開放性世界的RPG但是其實這根本就不是RPG這是生存RPG伺服器 對是生存RPG伺服器他更 他跟RPG脫節很大的關係 欸他伺服器的主機 有時候要換了然後輔助也交接過又換一輔助過 然後裡面的人 數值非常的低 我沒有很喜歡的數值而且他裡面的 是PVP系統 是PVP但是又有一條規則是說 你只要被打被人家打是幹嘛的 對 不經過人家同意就跟人家幹起來那種 會受罰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在管PVP 好我們等一下再講這個問題先看到了這些 東西 他130億推算很高了 現在推給寫上去 沒有沒有我終於沒講 然後他現在人數 現在是半夜三點 然後組成 對這是組成 然後選單 選單抽簡單 抽相機 然後網 看到這些東西了嗎 好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伺服器就這樣子 這些東西就是他全部 我大新的 全 沒有啦就這樣 再展示完這些東西就是他的全部東西沒有其他的新的特色那些 但是有新的那個更新那個 我看 教教派原本是工會然後現在改成教派就變三大教派 我對這個不太想做評論你怎麼口水 熊教派啊 百妹教教派啊 長王小馬教派啊 對這一點 各位各位自己去判斷評論好不好 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我在進 在進行遊戲之前我得給你們看個東西 那時候做 其實有時候突然就傳出來這個訊息 What the fuck was that 等一下啦 因為我開這個需要時間 我們那時候沒有準備我現在想到這件事情 好 回來 來 喔 我沒有把那聲音關 就是我在七日遊的 影片下方有留言說這個蘇姬超善良 ban掉的人 都能回去 絕不由我太誇張 欸 你沒有想 沒有聽錯喔 對 這幅被ban掉的人可以回去 洗白 對 洗白 洗白 洗白喔 哈囉 以前的規則是洗白 現在 不知道有沒有做修正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 也要立即做修正 為什麼ban掉的人還可以再回去 這幅就是在助長你這伺服器的一些惡意玩家的 或是惡劣玩家 或是 不法玩家 的人數增長嘛 當你有一個 蟲 一個害蟲 在鍋裡面 你 會不會想到會繁衍 一個就可以繁衍了 然後就變一群 然後就 喜歡沒招好先把東西放到其他人家裡面 然後再回來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些差別 那我們進入遊戲裡面去 好 然後 先到主城嘛 對不對 先到主城 這個載流 這個載流就是 遊戲的問題了 1.14版之後 載材質包這些都是要 跑條然後到其他世界海盜再跑一條 這是版本問題 版本問題 所以最後不是他的問題 好 等一下 然後你先看這邊嘛 我們一開始進來就是這個樣子 只有他沒有什麼其他的教學啊 幹嘛的 blahblahblah 那我那時候 第一天 還第幾天 第二天左右之後才開始有新增一些東西 那 這些東西的話 他就是這邊就變這樣子了嘛 就是有是不是介紹啊 教育實踐啊 領地教學啊 Jobs 產生教學啊 其他資金教學啊 珍珠說明書啊 這些東西就是後來才新增 原本就是進來 你完全不知道幹嘛 然後 聽說是你靠近這隻NPC會跟你講話 但是那時候我看直播的時候 也是沒有 對這東西非常的欠缺 然後他選單太 簡陋了 我們就直接拿一個伺服器介紹 然後他就直接給你這個 然後你就去換 就給他看伺服介紹 然後伺服器就長這樣 看到了嗎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丟掉 然後不管你有沒有拿伺服器介紹 都可以直接跟他換其他東西 等下他的怪物圖鑑那時候 我跟他說我不知道怪物是什麼 然後好不容易 終於放上來之後 然後 我不想講這件事情 但是 我就一定要講 我覺得玩家的數字真的很低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 那昨天我去掛 就是 他新手區域就是在雪地嘛 雪地會有特定的區域生怪 然後那時候我去想說去 沙漠摸一下嘛 然後結果人家就說 我就說我等30分鐘都沒有怪 然後不明顯幹嘛的 然後人家就說 30分鐘 你還太嫩了是不是 就是 不想貼啦 我只講啦 裡面都有記錄 我可以貼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這數字很 數字很低 但是 我這樣講這好像也差不多啦 反正我一直跟你講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興趣的話就那 然後他的NPC牌序幹嘛的 其實我那時候講過要重牌 就重新製作幹嘛的 呃 這樣怎麼講啊 就是 你這樣牌 因為我們進來 就是新手新手的一些東西 幹嘛的 然後 這邊你會以為這邊是 哇 我以後可以有這些武器嗎 不 這是VIP 打個 1234 都是VIP 你有VIP才有這些東西可以用好嗎 哈囉 然後 你的新手東西才在這裡 對 這新手的武器 我已經換到這把了 我已經換到這把了 我背上 你看 你知道我已經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以為在打木 太高 可是這幅他的材質 就倒是沒什麼問題 就沒有去幹嘛幹嘛 除非有哪天給我爆料說 這伺服器超實在材質 blahblahblah的 不好說 然後再來的話 導引導引問題就 我還是不滿意啦 我個人就是 對這種東西就是很不滿意 你看我就是在 選單裡面 打開有類似這種教學 可是這個東西已經過遲了 而且還有什麼 圖鑑啊 指令啊 那時候我找IAS的 指令 他們群是有 他們群 然後現在有 這本書是有啦 給你們看 但是 我對這個問題更嚴重 做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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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權限名 那有一個 就是設定開箱 進入 然後 放置 開啟東西的權限 這個權限 完全沒有帶 你看到這邊 打到這邊而已 他的指令條 其實非常的 多 IAS的指令很多 因為你還有一次 射航那些的 好 這些都是問題 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這些 我其實都不想管了 直接直接那個 然後他的 他的 他的領地嘛 就是這個地區 我給你們看我家 對 我那時候 蝦蝦就要亂跑 終於 跑到一圈 才到這邊 他的 他的 建築世界 我覺得非常的 軟 真的超級無敵亂的 我其實 我其實可以 跟你講 你用畫布說明看起來 比較好一點 數量又多那些 但是 這就反映到玩家 一些相信 然後那時候 我還有 開著直播 去偷人家的農作物 這點我 就是必須老實承認 你要賺錢 農作物就可以搞定 但是 然後 之後就拔掉了 因為 好像說可以 複製 複製農作物 然後就拔掉了 好 再回答組成 組成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 NPC排序內線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規劃問題 那時候我其實 一直很想 我那時候也講 好像也講過 規劃問題 就是NPC的擺放位 但是 他是說這樣擺起來 就比較密集一點 就比較不會太 看起來空曠 但是 其實 不太喜歡就是 贊助去放這門口 重生檢查看到贊助多少錢幹嘛的 其實贊助其實放移民點比較好 而且你是可以換東西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抽獎區 那時候我就 有去 抽一下啦 然後什麼都沒有 這邊 是35%嗎 然後這邊是 20%中獎機率 就 我跟我觀眾都沒有 都沒有抽到 這樣子 感覺到失望 然後有些東西其實都很意義不明幹嘛的 再來就是 活動商人嘛 活動商人那個 然後 這些東西逛逛逛 逛完之後再講 看你們跑會不會改 那時候好像也說會改 20 1 0 沒有沒有改沒事 那時候我剛剛說他背景那些可以換一下 就是玻璃換成其他東西 這樣子 背景 然後也可以多弄一點 獎勵之類的 這樣會比較增加大家的一些去跑酷的一些想法 然後 當鋪 這是 對 寶石可以換成那個 古老紅寶 反正這些都不是重點 這些都不是重要 重點就是 RB特色就是 最開始的話 你要去弄 這套裝備 然後還有 斷刀師嘛 就是武器 那個時候我其實有跟他講說如果你可以就是 分類啊 把一些血 血緣套裝之類的NPC分開 就是不要有這種新手鍛造師的 就是有一開始的那種 台刀達人啊 血緣達人 血 血地 血地靈組之類的NPC 放他們專屬一套裝備武器 然後 還可以跟他們講說他們可以去哪邊取的這些素材 對 其實有些東西內部的可以搞定 他就是 沒有做到 這樣子 然後 禮包的部分的話其實 喔不是啦不是 抱歉 禮包的部分的話其實他有一個 幹腦 禮包的不 他有一個 每日登錄獎勵啊 他是拿Token 那時候我問半天 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是Token 直到輔組跟你說Token是抽獎代幣 你們這伺服器了 對不起我對這件事情非常的火大就是 你們要嘛就是把這個道具做翻譯再重新弄上來 要嘛就是 跟服務人說怎麼解釋的東西 第一天 第一天就發生這種狀況非常的火 然後規則方面的話其實有砍一些啦那些我就 不再多說了好再來就是 RFG世界部分 RFG世界部分怎麼講啊我其實很不太會講這個他就是一個生存世界你可以到處挖洞挖溪的概念 好嗎 這可能這部分可能要做剪輯的因為我不是隨隨地就給你一個 然後他這載入真的超棒的 我不是怪這伺服器我是怪這個版本 哼這版本有過慢的 馬上卡 你會發現我這一集都沒有拿我直播幾乎東西來 來 來講這些東西其實 這 這個伺服器就 我對這伺服器的問題 比較多但是 你說要拿直播的一些 片段來跟你們講一些事情 我現在都已經講完了其實也不用拿了 因為我對這件事情真的很 難講 那我換第一把刀嘛 就是雪地的刀 你看我砍怪就變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回到重生點他們是有時候會在重生點生一些怪我們現在回到雪地地形 我 對這伺服器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 搶怪問題 還沒玩啊不只搶怪問題 搶怪問題是 不管怎樣 你就是 他有些特定的怪會跟你說異界入侵者出現的 你去那邊打 你有99.9999 87%的機率 被 其他玩家砍死 因為人家拿的刀都很屌 然後那時候你就很踩啊 然後蹭 蹭個東西看在那邊蹭個東西 之類的 然後就 這伺服有尾刀系統啦 他中 他想要修改尾刀了 我這樣講這個我嘴巴都會 然後我現在有第1把 第1把刀我就覺得我自己很強了對不對 你看人家砍你一刀就不見了 我砍人家一刀也差不多啦 只是他後面有那些盔甲幹嘛就數值拉的很高我覺得平衡值 就是 講好聽點是 平衡值有點 不太優 反正你就是平衡值做的 就是一開始就是 這樣子 你只要湊到16個 16個雪人胖胖 那現在是晚上啦 好 先把這邊都清清 跟你解釋一下 這邊又生存世界 然後很久都沒有刷新的 他其實應該要 錄一下刷新機制那些 因為不然的話這邊其實都會 彈 彈空了 對有沒有發現 然後 我跟你講 我站在這邊 那時候後面這幾天嘛 我要刷材料幹嘛我就這樣站著 我就站著 然後開我的Payday 開始 Rub it back WTF 然後 然後 你要怎麼確認怪出來 就是 他會站在下面 然後跟你生前對話 你把他砍死就好了 然後撿 他東西一直得到身上 現在是晚上啦 你就看我現在就站在這邊 然後就跟你們 下去亂聊 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這幅應該做了一些 改變就是 你可以維持你的 生存世界 的一個 怪物特色幹嘛的 但是你們 做的 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他們特殊怪會伸到地底下 你會讓他發光嗎 但是他們就伸到地底下 而且有些怪還不會給你發光 所以你得找半天 這是最麻煩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 地形 地形特色 他是依照地形去生怪的 對不對 我昨天找沙漠也找了半個小時 然後再花半個小時去等 然後沒有 沒有就有灌台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生怪量的問題 原本是生 三隻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講完 然後把懸胖胖那些 增加個六隻 對 因為我講完之後 我覺得這問題是很嚴重 因為他的量太少 所以你要不斷跑路 或是在原地等 原地等會了 然後再來你要幹嘛 蓋架 種田 瓦礦 那不就生存東西了嗎 所以你這服的特色 大概就變成這樣 然後他是有BOSS BOSS我就是不會動他的意思 他到底有沒有出怪 每次來這邊等就是 欸 阿斯亞不要出怪 阿斯亞不要出怪 喔 終於出現了 幹 老等那麼久 這什麼意思 好 這是我這次所說的情景 哈囉 下面什麼東西 下面是怪 好嗎 那時候我就抱怨說到底為什麼 會生到你下面 就說 對 我這次伺服器不滿的地方 就是生在下面 因為他不能挖紙坑啊 而且就是常常會有人會檢舉紙坑的問題 阿就是你怪就生在下面 其實有人會想挖紙坑下去 那 怎麼辦 你 得 握住你的下面 跟他說 冷靜 我都搞了是喔 四字搞齁 不要想歪齁 你就是變態 變態 好 終於有一組了 好 我們現在 講說我們是新手嘛 他要過來打完 那我們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挖下去了 沒有錯 我們要挖下去 先看他在哪裡嘛 先看他在這邊齁 我沒有鏟子 不要跟我哭說我為什麼不用鏟子 好 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人常常用的挖下去 然後再來就是一人常常用的挖下去 好 然後再回來就再來是這樣子 那這幅我其實得講個實話 那時候其實有討論在我的觀眾群裡面有討論一些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副本分流化 簡單講就是副本分流化 就是把一張地球分成十幾個伺服器來那個運行 然後之後把每個人丟到不同的分流去 好詳細步驟有興趣可以去我的discord網上拉看看 再來就是就是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就是 他可以把這個探索世界你一樣可以在這邊挖礦 只是只有雪地 沙漠 沙漬 地獄堡壘 這些東西然後把它就分類成這樣子然後地圖很大 可以藉由挖礦幹嘛都可以 但是你可以同時就是 限制一個大小比如說一千乘一千五千乘一千三千乘三千之類的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限制等級進入這樣就不會跟你講怪 又怪給很多 我個人是這樣子建議 然後輔組的態度想法 我覺得其實 對管理這件事情要非常的嚴格執行 因為聽說是上個輔組就是盡量不要ban人這樣子 我接受嘛 我接受你這樣子講 但是我不滿意的就是 你如果要照他繼續二星循環下去 的話 那 這幅 這幅就是一定會 一定會經歷一次人潮 人潮下跌的狀況 你不能期望說你會把 每個人都保留在伺服器裡面 他們會走會來會去 但是你們重點就是 新來的人一定走很多 我相信這幾天來一定走非常的多 因為有些機制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 老手不能以老手態度去看新手 那些 因為你們已經經歷過了 你們撐過那個時期了 但是你們用那種口容來講那些話 我覺得非常的不妥 然後 再來就是 組成方面的話 其實可以多做點規劃 其實就是這種是 類似 暗域的方式 名譽的話就是 你可以打 打掉重 重放位置 好好整理一下 如果還是像那個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太妥 就是 更新 規劃 然後 往好方向走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那 就評論到這邊為止 非常有一個舒服客 我是聖光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等一下 按摩